大家好我是耐耐 耐耐今天要來分享圓裙長裙 它要怎麼去修改它的長度 好那不能照之前的裙子這樣修改 因為圓裙它本身是 就是它是長裙的 所以呢你不能照說縫份對系好這樣修改 而是你直接從下擺的地方開始修 好然後我現在把裙子先把它整理一下 那我現在拿出我的池 在我的記號這邊先做育有縫份的地方 好那記號做好之後我看一下我要修掉的那個縫份是多寬 大概是差不多一公分有 那我現在就開始去做那個我要修掉的縫份的記號 好有一次像我這樣拿著然後就這樣一小段畫一個記號 一小段畫一個記號 好就是畫到你你起點的地方這樣子 畫好之後呢就拿出剪刀把多餘的寶份把它剪掉 那剪的話就是也是這樣子剪一整圈然後回到我們的起點的地方 好那就慢慢剪 那就慢慢剪 好似的 剪到快回到起點的地方了 那剪掉的布就把它丟掉 那下白的地方呢 我們今天是用烤克 一樣先烤克起來 然後呢 表布的修好之後 因為今天這一件內衣比較短 所以內衣就不用去修了 下白烤克好之後呢 我準備要來車縫了 那一樣呢 就是折好我們要的那個縫份的寬度 那如果說呢 你直接用手這樣子折有難度的話 你可以先用熨斗去整趟你縫份的那個寬度的痕跡出來 然後再下去車縫 那你就是一邊呢把你的縫份折好 然後呢 一邊車這樣子 就一小段一小段這樣子車 那就慢慢的呢 車到我們 回到我們起點的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要注意的是 就是縫份的地方 要對齊的地方 要對齊的地方要對好 這樣子你的布呢 也比較不容易會 就是 變形 就是 不平整這樣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縫份的地方呢 會給他對好這樣 好 那在這一部影片呢 最後面的地方呢 我有錄那個圓群他要如何去整趟 如果你有需要的人呢 可以跳到最後面的地方去看圓群整趟的影片 會不會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那我现在要来整趟圆区 那我先烫下摆的地方 那下摆的地方尽量让它保持一直线 一直线之后呢,再用熨斗 往下这样子烫过去把它烫平 好,那你就是像这样子一小段 然后把它,把裙子呢,成一直线 然后熨斗呢,过去烫 好,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我要这样子 一直线一直线这样烫 因为等一下我们的裙子烫起来之后 它的形状呢,会比较漂亮一点 下摆好了之后呢,我会拿一个重的东西呢,放在裙子上面 然后呢,在下摆这里呢,像这样子抓个挤折起来 往下拉,然后熨斗过去 利用针细而来硕形 再一次,下摆抓个挤折,熨斗过去 抓个挤折,往下拉,然后熨斗过去 再次,下摆打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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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